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七 我现在在湖北广水印山 待会儿我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印山这边的房价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面这个黄色网格在建的 就是书香华虎这个楼盘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 待会儿我去他们售楼部问一下 他们现在卖多少钱一平方 绿色的这个网格 是我们这个广水印山 最好的一所幼儿园 旁边这个在建的是 我们市政府规划的 九年制的一个学校 日记明年九月份开始招工招生 然后从小学到初中 现在来到这个书香华虎的 这个建筑工地的下面 这个楼盘大概有十几栋吧 一直到后面去全部都是 这个楼盘唯一的好处的话 就是挨到这个再见的 这个学校的一个大门口旁边 这个楼盘旁边的下面的那块空地的话 就是我们的要建的一个蓝山医院 这个就是学校的一个平面头 全部在施工建设的就是学校 明年九月份开始招生 后面的应该要建操场 跟到周球场篮球场 对面的就是这个在树的这个楼盘 刚刚在这里转了一下 然后它这周边的配套还可以 有幼儿园 有小学 有初中 有医院 医院也是在建设 然后这附近的有三四个楼盘 这附近如果全部入住马拉加后面的 应该有七个楼盘 入住马拉应该可以住到十万人左右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生态公园 也是政府花两点四个亿打造的 然后现在我去他们的售楼部问一下 他们的皇价现在卖多少钱一个平花 现在到了这个书香华府的售楼部的大门口 我现在进去问一下 西边是个县 这个是一百二七平花 那个三方两厅两尾 两尾的一个户型 送个入住花园 刚刚从四楼部出来了 刚刚四楼部的那个美女也跟我聊了半天 他们这个皇家现在在认筹 认筹的话一万低两万 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四楼以下的卖五千块钱一个平方 四楼以上的到十七层 卖的话是五千以上到五至五千八 他最小的户型是一百二十七最大的户型是一百六十七 然后一般的那个三房的户型是在一百三十九平方左右 大概按五千八的砖价来算的话 一套房子大概在八十万左右 反正一套房子下来八十万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县城一套房子八十万还是比较贵的 我以前买的一套房子的话 大概是二十六年前买的房子是三千多块钱一个平方 大概是一套房子一百三十多个平方大概在四十万 前一段时间的话我的一个老表说他想买房子 所以今天我过来看了一下 大概我们这个广水印山的县城的一个房价大概在八十万 但是我去一年四月份我去武汉四环外 也就是在黄培区 他们的房价也差不多在一套房子八十万到一百万就可以买一套 但是户型可能会小一点 房价那个时候在一万左右一个平方 如果加金装修的话就在一万一 也就是在黄培唐龙城附近 去武汉买房还是在县城买房 所以说我脑表就有点纠结 这里附近全部都是楼盘 一直到下面去 这附近大概至少有十个楼盘左右 看完房子之后就心里有个数了 然后的话这个房价确实我感觉 卖的跟武汉的差不多 因为八十万的话在武汉买到四环外 买到郊区应该是没问题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